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近期高雄市一家火锅店有一对母女向店家反映餐点有加料卫生纸,店家要帮他们换锅底糟具,便退还用餐费用,卫料调阅监视器发现,这对母女竟是奥客,卫生纸是女儿自己放进去,母亲则在一旁掩护,夸张的行径引来踏伐,27日有网友在非公开社团爆料公社指出, 根据监视器画面显示,高市一间知名火锅店22日下午2点38分,一对母女正在享用鸳鸯锅,龙骨和麻辣汤底,经过40秒左右,女儿抽取卫生纸擦拭,放到高丽菜盘旁边,随后母亲拿菜放入锅内时,女儿趁机放入卫生纸,等到这对母女反映有卫生纸后,店家表示, 愿意帮他们重煮一锅,没想到遭到他们拒绝,店家便退还锅底180元,但母女俩拿到退费后,却要求还掉龙骨汤底,继续享用他们点的其他配料,孩子做错事妈妈应该要纠正吧? 店家愤慨地道出被骗了心情,更直呼请不要欺负善良的店家,而母女俩的夸张行径被网友骂翻,家长教育失败,贪心的人,人格只剩下一百八十元 更要店家提高,据苹果日报报道,高市主任肖宝观音茂前表示,母女在火锅店的行为已构成炸气的可能性,应用餐至一半,再丢入卫生至要求退费,以取得免费吃半锅的利益,根据刑法第339条,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, 依大数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,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,居以或科或病科一千元以下罚金